嗨大家好我是阿哲 那今天呢我们来占谱占谱什么呢 题目就是你适合创业吗 你适合创业吗 那一样 老方法 那个萤幕前有三只动物 凭你的直觉 选一只 若是有选择性障碍的话 请按空白键 暂停萤幕 然后等你有灵感之后 你再来选择 对了那温馨提醒一下哦 那个我们下面的资讯栏 有时间走你只要点到时间走 就会跑到你的选项 开始做解说 好那么我们题目呢 我附送一次 就是呢 你适合创业吗 你适合创业吗 现在社会就是 有些人不想要就是 临时薪水啊 然后就是想要做一番自己的事业 对啊 那每个人其实都有创业梦 只是有时候 梦想很风云 那现实很骨感 对不对 就加油啦 不管做什么 就是 相信自己的 你既然都是选择正要创业 的话 他也已经 若是都已经 头已经 他怎么样 然后你做创业啊 你头都已经伸进去了 脚都已经踏进去了 那你就不要想太多 你是不是 哦 对不对 你可以 针对我今天的占谱 给的建议 你可以做一些改善 若是还没有进 还没有创业的朋友 你要 考虑一下 多看一些 影片啊 或者是朋友就是 创业经验的人 多去问他 因为创业真的是 一种很 怎么讲 很浪 很浪漫的行为 但是 过程 这梦很很浪漫 但是 现实是很骨感的 因为创业要很多 资金嘛 所以呢 首先你就是要 要有自己的钱 钱要够啊 要走转 不然很容易开门多久就 对不对 都撑不下去 就收啦 其实有时候 创业都是 创业其实 你要本身要 要有走转金 不要一股脑就下去做 自己没有走转金 就是 你那是 这个月生意 不好的话 至少你还有一些储备 进入走转金课 运用 至少你不要 饿死自己 不要让自己饿肚子 有很多工作 其实 做工作 其实创业很多都是 建立老客户 就是要一些口 就是你要建立口碑 自己养自己的客户 然后 慢慢的 你的那个 你又做的不错 就是 客户们会互相 你的顾客 会互相介绍 你都对你自己产品有信心的话 你就不用怕你生意不好 但是你要先 撑着 撑住前期 因为前期是一场慢慢的 长路 没有人 一触即逞的啦 你又不是 你又不是明星 或者是 自带流量的 对不对 因为 如果是你没流浪 又一般的市井小民 谁会知道你在卖什么东西 人家为什么要跟你买 对不对 因为我有创业过啊 我知道创业的辛苦 那如果是创业的话就已经在那个自己当老板的 我们就 加油好不好 就加油 好 那我们就看这副牌他给我的提示 选这副大象的 选大象的人是适合创业吗 嗯 好我先大概 呃以排面上的一些字役整理一下哦 我们呢 这排面上呢 就是指 有指 事业要突破要冲 哦要有 冲冲技冲不是 就是你要冲一点不然就是你要去突破某些事情 然后呢 呃 选这副牌的人很有可能才创业没多久 哦选这副牌的人其实创业 若是真的已经已经是当老板的人我想应该是创业没多久 对 哦所以有出现所谓的不得要领 那目前呢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 呃 你的状况目前还在 亏钱 或者赚不多 就是呢 你认知中的亏钱 你 不是说你真的是一定付的哦 可能你认为说 哦一个月要赚到2万多好了 但是他可能连那标准都不到 达不到标准 哦有些人会认为这就是亏嘛 对不对 你去一般7 你去7做一个月还有3万块 哦啊你又你又你一个月赚不到2万你就去亏啊 所以这个 有这个 这张有这牌医 并不是指说哦你就是亏钱 是说可能 达目标你业绩达不到标准 然后再者呢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呃 心不定 哦你的心不定 哦就是还是很浮啊 哦 就是 心还是有点 不稳定 哦 还有 这牌还有一个暗示就是说 嗯 渐渐有压力然后你有点逃避责任逃避那个压力 当做没看到就是有逃避责任的那种 壮 不是责任应该说你会逃避压力 或逃避 呃不想要面对 对因为不想要面对这个压力 这样讲好了 所以呢 目前这样看起来的话 若是你已经是老板的话那我 我不 那你 去斟酌吗因为我的牌医其实他已经 很明显的他有告诉我说你目前 你可能是 呃新手 对 就是你刚创创业没多久而已 啊目前还是 呃亏损中或者是业绩达不到标准 啊你心你还有 心有点不定哦 就是抓不准的 我还有点 服服的 啊再来呢你就是 呃有有可能就是你不想面对压力 逃避压力 或者是知道已经 哪地方有问题了你不想去解决 对那我的牌是告诉我说你要 尽量要 突破 或是你要有点 你要你要冲进 也暗示了说你还没有拿 你还没有拿出你百分之百的实力啊 可能七八成八九十都不到你可能只拿六十 七十 哦 的那个力量去 投入这个你的创业 哦所以你的力道有点不足 所以我牌有点暗示说 哦 你要 冲 这加把劲 你的下目前你还不够努力 对那 再来呢若是没有创业的人 然后就是说 或许你已经有些想法 你目前有些想法 但 有可能偏向资金不足 嘿你的钱还不 还不足足够 然后呢你的 呃还抓不准啊 你有时候就是三心二意 你也是想说啊 想想就好了啦 我就觉得 若是还没有创业人是偏想想而已的 好像我也不想要面对啊 哦就是说说啦 说说而已啊 我想创业我想创业 啊事实上还是 我觉得啦你还是 会去实行的机率是非常低的 然后呢 还有你不敢承 你不敢承担压力 对这还没有创业人来讲是这样 就是说或许你已经 知道你要 做什么你搞不好你都已经有开始在规划蓝图就是说你 想要做什么你都心里有个 都已经想说哦要 一 先先 呃你都想说可能要先找地点啊然后买器具啊 然后你都其实心里都有个跌了 但是呢你碍于说资金不足 还有还有说就是说你心也抓不准啊你可你也是会害怕 你会害怕失败啊 其实讲真的每个都害怕失败 你的话会很明显就是你不想你不想承担 失败 因为可能是 碍于经济的压力 因为目前看来是经济 比较有问题 比较有状况 不然你基本上 应该是 有你的想法了 好啊所以呢他说呢 我的牌呢 就建议说 你要吗就冲一点 不然就不要 你不要在那边三心二意的 你既然选择你要闯业 你就已经想好了 你也 已经有 准备好了 那你就冲 不然你就不要 就想想就好了 对这是 这是选大象的朋友 就是有点 呃 对于 有这样他有个重点就是说对于 创业中的或还没有创业中的他说你们不要在 三心二意了啦 冲啊 好不好 哦 创业人家把劲你的力道还不够 你的努力还不够 好不好 然后还没有 呃 还没有 创业人呢 你 自己要抓准了你到底要什么方向 哦 你 若是害怕压力不想要去承担的话那你就不要了你就干脆不要因为我我看得出来你的钱是不够的你资金不足啊 那是钱的问题的话你又是真的是 呃 你觉得了你已经准备好了 好一切都ok了 哦 也不怕 失败的话那你就冲 对不对 就这样而已好那就是选大象的朋友谢谢 对了啊 我那讲讲的不错拜托啦 你们就帮我按赞一下 我现在流量非常少 按赞数还有订阅数非常少 哇 那我可以靠占卜赚钱 感谢你哦 爱你哦 救命 好接下来呢 我们题目再附送一次啊 你适合创业吗 那 呃 现在是帮那个场景录人做占卜 哦 那选一样啊就是有创业的人哦 你就 不要想太多啦 如果真的是亏很多 你就来去斟酌说你到底能不能 就是你至少嘛 也要点至今能活下去 如果是真的不行 要四处借钱的话 那也看不出 有什么起色的话 那你真的是要去考 考虑一下 你是是不是要收起来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还没有创业的人哦 你就 多多听 多看 哦 因为有时候 创业是一种 是一种很浪漫的 事情 哦 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 但是呢 浪漫又 浪漫就是不现实啊 就有点不现实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讲什么 呃 梦想是很风云的 对不对 很风雨 梦想很风云 但怎样 现实是很骨感的 对不对 就想很会想啊 大家会想啊 所以等你你要实行 你要去创业 你要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 钱不够啦 没人来买啊 问题一一的 的那个 出现 对不对 所以呢 真的创业不容易啊 那个 有统计哦 就是 你 以 那个 %数来讲 100%里面 我能成功的可能 10%左右而已 就等于说呢 10个 才一个成功 甚至更少 对 啊 基本上呢 你要有 资金 能撑过你的那个 前段 前半 前一两年 因为呢 很多 很多 卖东西的啊 因为 很多那个 创业 你一定要培养 怎样 客户嘛 你要培养老客户啊 就死中的客户啊 他是你最基本的 金钱的来源 对不对 除非呢 你是网红嘛 或者是你是政治人物 或是民心 那自带流量 那个没话讲 你本身就是一个招牌 可是你要对那种市井小民来讲 你又 没什么 没资金也没有名的话 对不对 啊你产品也没有名声 那凭什么要跟你买 所以怎样 所以要怎样 就是你要去 慢慢的就是 培养老客户啊 哎呀 培养老客户不可能一下子培养啊 所谓 老 客户 老就代表是 旧客户嘛 他一定是跟你关系 是有一定的长久关系嘛 那一定要怎样 一定要用时间去换啊 对 所以你说 一年一年两年 要成功 一年内会成功的人 我只能讲真的啦 除非他真的是神眷顾的啦 他真的除非 不然就是他产品真的是 好到 就是 独一无二 口味独一无二 或者是东西是独一无二的 人家就 这马上就是 口耳相传嘛 对不对 网路就直接炸开的话 那就可能就是一瞬间就是赚大钱 不然的话 真的你要一步成功 想想就好了 好不好 想想就好 好 OK 那我们聊了 讲那么多废话了 那看一下 我会 目前哦 那嗯 好 那我们真 针对 就是选长情路的朋友 你适合创业吗 啊 这样看起来啦 就是 你 目前 我的牌 我先讲几个重点 就是他的 那个 就是他的 重要重要的提醒 就是 嗯 第一 守不住 然后或者乱花 然后第2 不信任 失望 我现在是讲一个 一个 Keyword 一个 一个 重点 重点 一个point 一个keyword 然后呢 压力 然后呢 跟守 守着 守成有关系 还有突然的 好 那我们就是这次重点哦 我要讲一下 就是他的keyword 是 就是 就是很突然的 哦 二 第2点 就是 守守成不易 或者是钱不足 资金不足 然后呢 应该说应该不能说资金不足 或者资金不足之外还有可能就是不愿意花钱 你有钱但是你不容易花你你想要创业可能不容易不想要花钱 有点call 有点想要花小钱哦 然后以小博大哦 有这可能性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失败 不是失败就是失望哦 失望 然后还有压力 然后再来呢 守 守成 守护你的事业的守成要守着 所以我们针对有 我们针对两个来讲 因为这个是大众账谱吗 大众账谱怎样就是 适合可能针对某些人的情境是适合的 对某些人的情境的话你要去想 因为有时候 会搭不上 你要去想 其实一定有抓到一个 一个很接近 很相似的一个状况 你要只是你要去注意而已 好那我们先针对有创业的人来讲哦 若以有创业的人来讲的话 呃可能 你 太吝啬 就是太 在 买东西或者是你该买的东西不买啦 或者是 呃你必须在你创业你的那个事业上 要花钱的你 有点 一毛不把 哎 因为我这样看起来不是说你 钱不够 而是说 有点是说你不想要再花钱了啦 或者是你之前你花很多 你花很多 你现在有点 开始 担心了 不想再花太多了 就不想花太多了 有可能自己花很多 不然就是说你不想 对这个事业 你不想再花更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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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 还有 失望 哦或是 所以呢我这样看起来有可能哦 就是说 你 这个我是针对下有创业的人来讲 你或许你已经是你已经创业了嘛 但是呢 呃 效果不尽理想 效果不尽理想 对 那所谓什么叫效果不尽理想 我倒会觉得说 我会觉得哦 拼不是钱 不够 不是因为是那个 拼不是因为 嗯 业绩不好 我觉得 业绩是其次哦 重点是 你的事业 应该 太包含了太多情感 有可能说股东不是只有你一个 你的事业啊 就是不是只有你 所以你的事业有承载的所谓的情感压力在 对 选这个的朋友 你有你的事业不是 不是只有你 你会有合伙人 或者是 家里的人 或者是你亲戚朋友 有投资 或者是他们去干涉 干涉太多 我看来是这样 但是呢 怎样 怎样跟你讲 好不好 就是 有点失望 可能你没有一些意见不合 有些争吵 或者是 每个人的 想法不一样 所以有点 在情感上面 所谓有点失望 就是说可能就是 有争吵 或者是 有些人不满 业绩不到 有些人觉得 钱这样就够了 我们转车就好 不需要再往外 拓张嘛 但是有些人就说 你要再 你要再往外拓张啊 什么的 之类的 所以说 其实你这事业 已经有点 有点被那个情绪都会锁住 然后 再来 压力很大 我说 我说我真的觉得 我这样看起 你的事业 应该 合伙了两个以上 对或者是 很多旁边太吵杂的声音了 对 到最后你会怎样 你就不想要管了 你真的是现在 干 怎么那么多 啰哩啰嗦的 那么多意见 那你就选择你不想要面对 你 你旁边的什么 问题啦 或是别人的给你一些声音 你已经不想要管了 因为我觉得你有点压力爆表 你你你已经压力爆表了 然后接下来 有机会啦 我就说啦 你现在 请你要撑住 我跟你讲 我还是刚 所以我觉得 回到最刚刚我讲的 并不是因为你业绩不好 你我跟你讲 你现在已经是在起步了 等于说 你已经 在这轨道上了 在成功的道路上了 所以你不要停啊 好不好 不要停 我这样看也是这样 但是呢 你要先克服人 你周围的一些 人际关系 或是合伙关系 然后这会将会 将会是 一个很大阻力 因为我觉得你 应该是个重情的人 你不要被情感勒索 我跟你讲 不要被情感勒索 听我的 你真的不要被情感勒索 因为我觉得你的事业 已经在 道路上了 已经在道路上了 好不好 啊那个呢 钱 该花的还是要花了 好不好 你不要那个 那 就是 那边 呃 怎么样 怎么说呢 就是 那边节省一下 那边省一下 然后到时候你怎样 做到什么都事不相 好不好 但我不是说你正在大笔大笔花 所以你要花钱 你要去考虑 该花就花 不该花就不要花 等于在讲废话 等于说你还是 去 思考 去斟酌 不要太铁攻击 你都竟然 你都已经竟然要创业 你还在那边省来省去的 或许省来省去很重要 但是你省过头了 哇 啊你不要被情感勒索 对 啊 不要再逃避了 要解决 啊 大家 抓出来 讲清楚 因为呢 你只要讲好的话 你处理好的话 跟你讲 你的事业就已经打通了 你已经很会顺 你后面是顺的 因为我已经看到说 你已经在成功的道路上了 现在还不稳 地基还没有打稳 基本上已经那个样子已经有了 但是呢 我跟你讲 你要面对很多事情 很突然的 你的事业 你在那创业中 你会遇到很多奇奇怪的事情 都是很突然的 所以我觉得啊 有点在考验你的 耐心耐力 还有你解决能力 那我跟你讲啊 若是今天 成功的人 不是那么简单啊 成功你一定要面对很多克服嘛 对不对 很多困难嘛 所以呢 我发现你的创 你的那个创业道路上真的是 很多突然性的 没预警的事情会打击你 啊 请你撑住 好不好 撑住 就你的 好不好 OK 那就是选 长颈鹿的朋友 然后呢 我跟你讲 啊对啦 我还有讲那个没有 还没创业 因为这是讲创业的人 若是还没创业的朋友呢 我跟你讲啊 你真的要创业的话 我这样看起来 也是 说真的啦 说说而已啦 你也想很多啦 我跟你讲 你真的要创业很难 因为 怎样 你想太多了啦 你又怕压力的人 又是那种 容易逃避现实的人 你就是那种 想太多啦 想做又不敢做啦 怕失败啦 对不对 哦 所以呢 又钱又不想花 嘿 所以 选这个还没有创业的 那是还没创业的朋友 拜托你真的 一旦要 确定你要下定决心的时候 我跟你讲啊 情感 哦 还有 你要必须要面对 你你这些 你这个 多愁善感的个性啊 犹豫不定的个性啊 还有那个 会习惯性逃避啊 逃避责任的那个个性 还有那个铁公鸡的个性 请你客服 客服好 你再来讲说你要创业 不然会真的很困难 好不好 好 这就是选 长颈鹿的朋友 好不好 感谢你 怎样 怎样 什么怎样 啊干 啊干嘛 不是讲我呢 要怎样 当然要按赞加分享啊 Place 好不好 Place 下面留言 也可以好不好 跟我互动 哦 感谢你 我是阿哲 好不好 选长颈鹿的朋友 祝福你 若是在创业道路上 祝福你哦 希望你能成功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帮 哦 测试子 选试子的 测试子 选试子的朋友呢 哎 你适合创业吗 哦 这个题目很重要 有关你的 人生的转捩点 哦 不想要带 呃 当人家的员工啊 临时薪水的话 这个非常重要 好不好 那我跟你讲啊 创业哦 是一种很浪漫的过程 但是呢 怎样 过程是很残酷的 对不对 因为呢 创业 你必须要经过很多的 重重的困难 你才会成功嘛 要 不管是资金啊 还有业绩压力啊 有没有人要买你的东西啊 选位置啊 等等的 跟你讲啊 真的是 很多很多问题的啦 那也不是劝退你们啊 若是你们觉得真的自己准备好的话 那就放手一搏啦 好不好 那个呢 创业怎样 创业你要很多资金哦 你要是周转金哦 你不要就是一股脑就冲下去 不然这样很容易失败 你要有周转金 还有 你要钱 真的你钱 一定要足够 至少你要 你要 你要是没有后盾的状况下 没有后盾的状况下 你还是 要过生活嘛 所以呢 还是要一笔 额 预备金 以防忘衣啊 哎呦 好困难啊 呦 狮子感应比较久 一直跳不出牌 等我一下 好 你 來哦 审判牌 哎呦 呦呦呦 来我们在期待下一张牌 全狮子的朋友 哎呦 哎呦 这是目前 三组里面 排最好的 前面 两卷 那個其他兩個有點就是勸退的感覺 那這個呢感覺是好的 這個選 選獅子的朋友 看來真的很適合創業哦 目前看起來都是very nice的 very good ok 我看看啊選獅子朋友 適合創業嗎 然後來來來來 我來我們講keyword好不好 point好不好 來 這個呢keyword我來講第一 時間快來 那個審判快來了 時間快到了 結果快出來了 這是一個第一個keyword 然後第2keyword就是 你的心情是愉快的 你是非常得到非常多 貴人可以幫助的 或是你周圍是 讓你很友善的 這是第2個 第2個keyword 然後第3個keyword說 莽撞 喔 莽撞 啊然後呢 沒有沒守成規 只會往前衝 一股腦 傻傻的 啊 好 罵你也不是 不是罵你 我是在對牌義去做 重點整理 然後第3呢 呃 不想要努力就想有結果 幹 怎麼 啊 選的都是 嗯好 OK 好 那來給我占卜 來今天要占卜是不是 看我影片是不是都不想要努力就想有結果 看起來選3個 那測下來 大家 大家都是 差不多平分秋色 怪了怪了怪了 當然啊那個 創業路不好走嘛 不要拿錢去投海好不好 那還有第4個keyword 有雖然有想法 喔 但是只是空想 嘿好 然後再整一次喔 就是 審判結果快出來了 然後呢 再來 過去來講是愉快 風雨的 喔 有貴人相助的 喔 情感善事很棒的 然後第3個呢 keyword是 莽撞 傻傻的衝 喔 然後第4個的keyword就是 不想要付出 想要得到結果 不勞而禍啦 跟我一樣 我也是這樣的人 然後第第5個keyword就是 空有想法 不切實際 那我們來針對 針對什麼 針對 已經在 創業路途上的你 跟你講 喔 你過去 你一定 創業的時候 我說我是針對有創業的人 你一定是 呃 周圍人是很支持你的 喔 你要創業 應該 你問周圍人 其實對你是 扯持正面的 就說喔 好啊 那你去啊 反正 也不關我的事情 不是啊 我說這是 不要偏支持你的 喔 給你很多心靈上的 打氣 加油 那個心靈雞湯 給你灌很多 好不好 所以呢 你就衝了 你創業之前的路途上就是 周圍人是一直打氣的 加油加油加油 喔 然後呢 第二 然後再來 你就 傻傻的衝 你就 我看起來是這樣喔 你是有點 人家 你是不是很容易膨脹的人 我是這麼覺得 因為 周圍人在鼓勵你啊 你一定會成功啊 你會成功 然後你就真的衝了 前面是懸崖就跳下去 有這個可能性啊 對 有這個可能性 但我跟你講喔 你要實際一點 我覺得你這個有點不想 就是那種不勞而户 你想要 超捷徑啊 你想要賺錢 想要快一點 所以你個性有點著急喔 我說真的你 創業沒那麼簡單喔 對 還是說你現在 是在做什麼 你在做 業務嗎 還是什麼 業務人員 是不是 我覺得你這個 個性有點不切實際 然後 有點自滿 人家只要 給你一些 想法一些 好的 呃 你要讚美你啊 或者是 呃 給你支持 support 你的話 那你就 這樣 不顧一切往前衝 沒有 沒有 沒有想好 狀況下 你就衝了 然後 你的個性又是那種 想要趕快有結果的 想要不勞而獲 想要怎樣 一步登天 跟我一樣 我也是 來 你看啊 又來了 空有想法 對不對 你也想想 想想就好了 你有想想就有錢賺嗎 沒有 哦 你還在 螢幕鏡頭前做的 趕快去工作了 趕快去做你的事情了 好不好 因為呢 目前看是這樣 就是 你已經在創業道路上的 我跟你講 你不要再 不要再 一直 活在人家贊美中 說啊 你適合創業 你是 你是老闆命 我跟你講 老闆不是從 不是 莫名其妙 就成就變成成功的那個企業人士 他是要怎樣 他要經過 一番寒側股啊 淹得梅花 怎樣 撲鼻香嘛 所以你過程一定是 必須要有 痛苦的過程 除非你是上天眷顧的人 可以當然就是 一切都很順利 然後貴人幫助啊 人家都一直非你東西不買嘛 那就沒話講 但是呢 在世界上呢 這麼多一人 幾十億人口 喔 怎麼 那個幸運的是你嗎 你有那麼幸運嗎 對不對 所以呢 我跟你講 你不要再不切實際了 你也不要在意 想要說錢從天上掉下來 或者是你是要老闆 老闆跟老闆 因為老闆老闆 不好笑 然後所以呢 你趕快 起 坐而言 怎樣不如起而行 趕快去做啦 好不好 接下來呢 我跟你講 我的牌要跟你建議 你要去審視你的過去 你要去審視你的過程中有什麼錯誤啊 或去問周遭的人 給你一些建議 因為你在工作有點莽撞 你在創業的道路上 你都不問別人 或是 你之前錯了 你要 夜深人靜的時候 好好去思考 你家是到底是哪一步出問題 是哪裏衝太快了 或是你個性不要再那麼的 那麼投機取巧 怎樣 Stay by Stay 就是一步一步來 一步一腳印 發現新台幣 所以選獅子的朋友 不要再想要一步登天了 也不要再活在別人的讚美中了 因為人家叫你去創業 人家叫你去 去 怎麼讚美你 他講真的創業不是他 失敗的失去的 也不是他 對不對 失敗 失敗所要承擔責任是在你身上 OK 好那我們要針對那個 還沒創業的人 就是說 你呢要嘛就是 呃 其實我這樣講 你也 你也只是 你的強 你的那個 想的 你想要創業慾望也不高啦 我我這麼講好了啦 其實你的創業慾望也不強啦 你也只是看到螢幕點進來 好奇看一下而已 好不好 嘿 你就想想就好了 那你真的 你真的要創業的話 你在後面去摸手看看到底 你想要做什麼 或者是 你本身也 比較無欲無求的人 就是說啊我在工廠 好好的有一個 穩定收入就好了 我不想要創業 因為我這樣看起來是有點這樣子啦 其實你呢 其實已經 現在呢保暖怎樣撕淫慾 不是 其實你吃肉好了啦 你只要生活喔 過去就好了啦 你也不是那種 屬於那種想要賺大錢的啦 嘿 也不是那種有夢想的人 想想就好了喔 對不對 想一想 想一想 想一想就不會吃虧了 那你想又不會失去什麼 喔 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是選這個的朋友呢 喔 你 你 還沒有創業朋友 那你可能是偏向比較無欲無求的 喔 就是那種空想 喔 或是說你你想要那種喔 想要賺錢 但是你又想要那種 不勞而獲的 喔 你是偏這種的 跟你講去買樂透 好不好 為什麼 因為呢 買樂透 若是沒有中的話 你至少還可以騙自己 有做公益 好不好 怎樣 買彩券 做公益 你騙大家說喔 沒差了 我要拿去官人啊 沒中就算了 好不好 所以呢 選獅子的朋友呢 就是 剛剛講的那一些喔 若是在創業中的你 請你加把勁 喔 認清事實 錢不會從天上掉下來 好 那就是我今天的占譜 你覺得我不錯的話 請你怎樣 按讚 訂閱 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你的好朋友阿澤 掰掰 掰掰